远距作业模式成为疫情新常态 加速了5G物联网以及智慧制造趋势 但自安风险也跟着浮现 数据指出 2020年以IoT恶意软体为主的攻击次数 相较2019年成长66% 逼近5700万次 主因于居家办公的异后新常态 使家庭IoT设备成为骇客锁定目标 台湾升级三级警戒 也带动企业扩大投资远距办公解决方案 中华电信表示 企业客户申请大型视讯会议的需求 成长5成左右 台湾大云端总机服务 当外部来电打到办公室桌机 员工个人手机也会响铃 让居家办公不漏接重要来电 这项服务从去年疫情发生后 身装数大幅成长4.25倍 而远传电信也指出 云端数位生产力工具 自去年疫情以来 业绩成长超过25% 疫情的关系 所以带动很多企业界 对数位转型的认知 有这个需求 所以然后还有一些远距的需求 企业客户这边 我们就有专门的就是 所谓的智慧转型的这个方案 5G最重要是在企业应用 所以一定需要有很多企业 来参加发展智慧应用 台湾疫情严峻 多数企业以彩型分流上班 以及居家办公 尤其是金融业以及科技业 机密资料重要性更高 容易被骇客及有心人士锁定 更要避免资安破口 根据经济部工业局资料显示 台湾资安总产值 在2021年预估可达新台币597亿元 国发会预估 2025年资安总产值 为新台币800亿元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伟摩张元亭 真理报道 对方的工作目标 还有对方的工作目标